南越之乱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在西汉时期的一次重大事件 该事件发生于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11年之间 也被称为南越叛乱或南越格局 南越之乱是南越国与汉朝之间长达20多年的冲突和战争 这场战争给南越国和汉朝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和损失 也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 南越国是由楚国的一个亲王赵佗建立的 位于现今中国的广东 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 赵佗在公元前204年建国后 一直保持着与汉朝的和平关系并向汉朝朝贡 然而在赵武继位后南越国开始寻求独立 南越国和汉朝的关系逐渐紧张 公元前135年 南越国的国王赵武派遣军队攻打汉朝的南海军 导致南越和汉朝之间爆发了战争 为了打击南越国 汉朝派遣大将陈鹏率领军队攻打南越国 然而 由于南越国的地形险要和陈鹏军队的攻击线过场 陈鹏在战争中遭遇重大失败 南越国成功地保卫了自己的领土 赵武之后 南越国的国王岳王吴锐继位 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南越国的实力和独立性 南越国的疆域也逐渐扩大 然而 吴锐的这些行为引起了汉朝的不满和警惕 汉朝派遣了大将军董仲书和平定将军孙康率领大军进攻南越国 公元前111年 董仲书和孙康率领的汉军攻入南越国都城翻于今天的广州市 南越国的国王吴锐和其太子吴之被俘 南越国的领土被割让给汉朝 南越国被迫向汉朝进攻 南越国之乱宣告结束 南越国正式成为汉朝的附属国 南越之乱是一场长期的战争 它对南越国和汉朝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在战争中 南越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包括国土被割让 国王被俘和人民的死亡和流离失所 而对于汉朝来说 这场战争也对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包括军队的损失和国库的负担 南越之乱的影响不仅限于战争本身 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和越南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南越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其文化和传统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也存在很多独特之处 在南越国的领土范围内 仍然可以看到南越文化的遗迹和遗址 南越之乱的背后有许多原因 包括政治 经济和文化因素 南越国寻求独立是因为其领土和资源丰富 加上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不同理解和认识 导致了南越国与汉朝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 同时 汉朝对南越国的统治方式和政策也存在一定问题 南越国的领导人和人民感到被汉朝剥夺了自主权和尊严 进而选择了反抗和独立 历史上 南越之乱的影响不仅限于南越国和汉朝本身 还对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南越国的领土范围在现代的越南和中国广西省一带 因此南越之乱成为了中国和越南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 在现代 中越关系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 南越之乱的影响仍然在这些问题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总之 南越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冲突和战争 这场战争对南越国和汉朝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和损失 也影响了中国和越南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这场战争的原因复杂 需要从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多个角度去探究 南越之乱的历史意义和影响也需要在不同层面上进行分析和理解 这场战争的原因复材